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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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拿大多伦多北面的曼錦市 有一家全球海外华人信友最多的天主教堂 中华信道圣人堂 在2012年的7月7日 在这间圣堂成立25周年的银期节兴 当日刚于同年1月 被教宗作声为书基主教的多伦多总主教国联士 亲自来临主持微杀庆典 并与汤一王、尹阿伯、邓建卫等 十多位与圣人堂有渊源的中外神父共济 场面极一时之盛 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这间圣堂在1987年正式成立的时候 第一年登记的教友只有八十几家 大约二百多人 25年之后 人数竟然激增至一万六千 而主日微杀 又由两台增加至七台 语言分别有国语、粤语和英语 近年 圣人堂每年都有三四百位舞蹈者令使 是全多伦多教区之冠 历界的神掌 舞蹈班导师 甚至教友的努力都功不可没 二十几年前 全大多士只有一家专为华人服务的天主教堂在市中心 唐日王神父鉴于城北教友日增 在1987年 北上士嘉堡 成立天主教中华殉道增幅堂区 但是 当时并没有一间圣堂等着他进驻 他憑植的就是无比的信心 以及一群热心的教友 他们出钱出力 等神父能够在借来的场地 定时举行感恩圣祭 慢慢形成 由一间学校的健身 不够用了 演变到 要借两间 三间 最高峰的时候 借用四间学校的礼堂来做离撒 那时候 也慢慢多了几位神父来帮忙 每一位教友心目中 都是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 自己一个教堂 当时我是第二任的堂区议会的会长 很顺理成章 也去筹备堂区建堂委员会的事情 但是当时多伦多教区的主教府 并未有计划在十年内兴建华人圣堂 Jimmy和其他建堂委员 搜集了很多数据和资料 显示教友人数确实在大幅增长 经过多次挫伤 终于获教区批准拔地建堂 在这个建堂的过程中 困难是要人无人 要钱无钱 要经验又无经验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湯臣妇说不用你这么多 我们交托给天主 我们就可以成事 就叫我们进行 教会包括建筑物 神父、修女、教友 大家谷正尽自己的本魂去做 他们上下一心 在多方面协助湯臣妇 当时的教友们由于紧密合作 亲近有余家人 作为家长的湯臣妇 最为人尊尊乐道的 是他对人的信任 我们很自豪地说 这个圣堂 真是百分之一百中国人的圣堂 中华信道圣人堂本身最富特色的 是教堂内的彩色玻璃 他们是由著名的宗教艺术画家 刘河北教授 在1994年卫生圣堂设计的 制台后的五线玻璃墙 主题是中华信道者 圣堂两则也各有三条玻璃 画的分别是天主教的七件盛事 刘教授仿效国画不法同构图 使这些彩色玻璃 成为全世界唯一的 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教堂玻璃墙 刘河北为何他画出这么好的画 就是他不单只是画一幅画 而是他是透过祈祷 以及借着天主圣衫的那份爱 他将自己融入天主里面 然后好像借着天主的眼 天主的心 天主的手来带着他画的 所以他画的画是不同一般的圣像的 他在欧洲是很负性命的 经过多年的努力 计划和筹款 新圣堂终于在1994年建成 当时称为中华信道增幅堂 信堂一定要用一个面称 但我中国没有信仰 有增幅 所以支持他用增幅 清朝中叶以后国世日弱 而欧洲列强以武力逼使清廷开放通常 地方乱党意和权 胜著受爱情绪高涨 大肆杀害无辜人民 教徒首当其冲 在1900年的意和权运动中 有250多名爱国传教士 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被杀 由清初至民国 在众多为主殉道的教徒中 梵蒂江教庭宣认了120位为中华殉道增幅 教宗若望保禄而世 更在2000年10月1日将增幅门封城 在这些中华殉道圣人之中 33位是爱殖传教士 87位是华人教友 从此中华殉道诸圣 不但受到普世教会的敬礼 亦成为为信仰而受迫害的教友的模范 这个最伟大就是为信仰而信仰 信仰为信仰而牺牲 现在我们接受信仰 应该以信仰耶稣的精神 教育精神来过生活 希望我们的教育 第一 好好把自己的家庭 变成一个很荷宝 很疑惑的家庭 变成能够奉扶持欲世的人 这是最重要的 在唐庆当日 书记除了为数十位后世者 施行圣洗圣事 认足圣童安放了殉道圣人的圣读 在圣人堂所供奉的圣读 是属于圣吾安居 圣吾满堂和圣吾万书祖孙的 他们一家九口在1900年被拳匪捕获 为主牺牲 现在的天主教会 明白并尊重中国人 慎中追怨的美德 圣人堂故此一向都切有牌匾 纪念祖先 这些圣像圣读 不单让教友们祈祷景仰 也启发他们要积极地荣主爱人 我们很多圣会的会长 他们先做更多的事比其他人 这就是希望大家尊重的事 才能赐我很多恩宠 我利用恩宠来贡献给社会团体 湯神父在本堂里面 开动一个巴士服务 为附近骑路或没有车的教友 特别是冬天 使他们可以有接送来参与离杀 湯神父鼓励和发起的善会有很多 除了圣堂骨干 例如传教组 礼仪祖和服务组之外 还有妇女会和青年会 身为教育行政碩士的湯神父 有敢于家庭祸害的重要性 更创立了亲子家庭小组 以及夫妇融乐会 帮助了无数家庭 唐日王神父作为圣人堂的 第一任本堂神父 服务了15年之后 已经在2002年退休 回祖家台湾安享晚年 在2012年7月 由于庆祝圣堂银器 仍然介主任斯特邓坚为神父之邀请 飞回多伦多参加圣典 谈及这班早期的教友 他仍然赞不绝后 来自香港的梁达财神父 是第二任本堂神父 在他任内推动了很多活动 比如万感第三三三同军女团 还有为胎儿请命的维护生命小组 以及为长者而设的性药室会 充分发挥了爱主爱人的精神 这么多年来 从梁神父从汤神父手里 这个多伦多教区来讲 我们华人堂每年领袭的教育是最多的 包括每年的主教 这个真选丽 主教都每次很开心 当然这个堂群的教育都很热心 包括拜圣体 包括圣会 这些都是在梁神无数里 做得很好 言任斯特邓坚为神父来自中国大陆 他心明宗教不自由的痛苦 对灵修培育更加重视 信仰基本是在家中的 我常常给父母讲 这个从小的训练很重要 所以我给木刀班的同学也是讲 第一一定要带他来教堂 第二一定要让他有什么祈祷的习惯 因为他从小有一个习惯 他跟天主的关系就很容易 Aquinas是从国内来的教友 他见证了人如何在无宗教自由的地方建立信仰 又如何倚靠圣母和天主圣神 而能坚持信仰 他的经历 验证了邓神父的教训 幸好Aquinas的母亲 至少为他培养了一个良好的习惯 就是恒常祈祷 邓神父很明确地定定了培育教友的目标和方法 就是说怎样滑向深处 这是我们在灵修方面 特别我的目标很清楚这五年 就是说把培育放在第一 一个是培养他们的归属感 就是说能够留在这个身上 第二个呢就是使命感 我灵喜是为传福音 那你怎么去给基督做见证 你怎么去把基督的爱活在你的家中 和活在这个社区当中 这是我们可能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圣人堂每周出版的堂区通讯 内容丰富 除了零收资讯外 还有医学常识 艺民专栏等 非常受教友欢迎 我们这一份堂区通讯 每一期我们都允许一千四百份 每次定期都二十万 所以变成其实都很吃力 不过我觉得 这个是我们对住的一个服务 令到教友 除了在他普通的信仰方面 认知之外 其实我们应该说 也都照顾他的身体 和他的心灵 邓神父自己不断进修 也邀请了很多神师 为教友们作灵修讲座 我这回听关神父的讲道 我作为一个神父人 我都感受很多 学到很多 关神父提到信仰和生活不能隔离 特别是弥赛 这个就是我们 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台湾的善国骰书记 在2006年利万岩症后 开始了他长达六年的生命告别之旅 他在2012年8月临终时 还请求圣母玛丽亚 以及中华诸位圣人圣女 所以我们的圣堂 也有中华圣道真福堂 改为中华圣道圣人堂 汤神父曾经勉励教友 要割尽本分 Margaret一家 就是其中的表表者 Margaret和丈夫Jimmy 在建堂之前 已经热心参与圣堂事务 他们在17年前 应湯神父之邀请 成立了夫妇容乐会 又在2008年 协助邓神父 创办了国语的夫妇乐卿会 在2012年 Jimmy协助成立 哥伦布骑士会的 中华殉道圣人堂分会 并担任总务长 我们一家都是受惠者 因为天主那份恩宠 将我们带领在这个圣堂之后 我们充满了归属感 是很感恩 藉着天主的力量 我是体验到 很多事情是不能做到的 都能做到 今天这个25周年堂慶 给我很大的感触 我们一家人 弟弟哥也在圣堂 一路成长 走一条正路 我最安慰欣赏 就是我们的信仰 一路都保持着 和天主不离不弃 Grace是Jimmy和Margaret的女儿 她受到父母的影响 也在圣堂积极参与 她除了是歌泳团成员 亦是本届堂区议会的秘书 我觉得音乐可以很表达一个人的情绪 和很可以提升到一个祈祷的意识 圣人堂每一台彌撒都有一个歌泳团负责 每逢一些大彌撒 比如复活节 聖诞节 或者是堂区庆日 join choir 那么多个 choir 就会联合一起去彌撒 serve 参加歌泳团 往往巩固了团圆的信仰 对他们的身心亦有帮助 vas lim姊uki 我让我参加羊 之前我参加羊 尚中有很多问题 我参加羊 有什么想法 对他们 而不 worrying 我们而为他们 我们参加羊 我参加羊 最后来参加羊 我参加羊 参加羊 这是一个发生的 Trojan 给中间 正在这里 所以伤瓊 它肯定會幫助你 聖人堂不單歡迎華人 亦歡迎不同族裔的人士 參加特別為他們 同青少年而設的英語彌杀 這是我來的第一位中文靈寺 社會比較接近 人們都很溫暖和歡迎 所以來到中文靈寺 我幾乎沒有想到 私人和別人的差異 只關於神愛的愛 在聖人堂有一個很好的現象 父母親好熱心帶領小朋友去聖堂 當這些小朋友長大之後 會積極參與教堂的活動 譬如擔任服務員 教主日學等等 到他們結了婚 生了孩子 仍然會繼續來這間聖堂 故此 素代同堂的教友並不罕見 因為他們都明白 身火相傳的重要性 Angis 是英文希望歌榮團的領唱員 她在1994年的時候 已經開始跟隨母親參加中文歌榮團 她後來還帶領了她的丈夫歸向上主 我們想組織一個天主教的家庭 她需要加入 她自願去參加舞蹈班 然後就領了洗 然後就參加我們的聖堂 Angis和丈夫Kelvin的愛情結晶出生之後 他們一起帶她來聖堂 每個人有不同的恩寵 如果我們不好好地運用她 在天主面前服務她的子民 收起來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我想將這個信息帶給我小朋友 可能她這一刻不會明白 她只有一歲 但慢慢地給她認識 為何我會繼續來聖人堂 一來她是我們中華天主教 她除了教導我們小朋友天主教的信息外 她還包含了我們中國人的背景 Ricky是一位宗教歌曲的唱作人 以她的才華貢獻教會 她的父母在23年前帶她來這間聖堂 她跟太太已經參加了聖Cicilia Choir 超過12年 她們也繼續帶領子女來聖堂 我在這個聖堂都有二十多年的歷史 一直這樣自己成長 一直都看到堂區的成長和轉變 我覺得在華人聖堂裡面 可以突出我們華人的宗教的特色 所以我希望小孩子都可以繼續來到中文聖堂 有兩個小孩子要參與 其实是很大挑战 但是我们都尽量 因为我们觉得要积极参与堂区活动 小朋友就会有一个归属感 还有可以让他们知道 其实去圣堂不是只是离开这么简单 是多些参与圣堂活动 以后他们大的时候 希望他们知道去选择 去尽量帮助圣堂的活动 还有为教会出发奋力 在圣人堂 上教堂不单单是成年人的事 青年们也都一样热心参与 能够有这个可起的现象 神父的鼓励 家长的新教和祈祷都很重要 我感觉如果有更多青年人 参与圣堂或青年群 我认为他们的信息会增加 或参与聚会参与圣堂 他们会有一个理由去圣堂 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一样的缺乏 我感觉他们想要做它 因为有一个意义 神父在祭台上开微杀 通常会有一些负祭协助 原来圣人堂的负祭会 亦都是人多世众毫不简单的 第一点我们感谢圣堂 第二点我们感谢他们的父母 父母热心 儿子可以来道圣堂 小朋友喜欢 他们感觉圣堂对他们有意思 他们来道圣堂 按照我所知在北美洲 我们有超过一百个负祭 我们有八台尼撒 每台尼撒都有一些不同的负祭 我们有一个主持人 穿着一件黑白衣服 我们是其中一个人 Lanard是一位资深负祭 他见证了负祭会的成长 其实我1990年十月开始服务 差不多今年都二十二年了 差不多和一间圣堂一起成长 当时没有系统性 现在就比较系统一些 不只是训练那些负祭做负祭 简单 我们想在其他方面都有训练给他 例如搞活动 我们有个叫 spiritual team 亦都有一个大的负祭 就是负责的 就是每两个月一次 在灵修方面 还有我们会带他去一些其他地方观察 新负祭要接受大半年的训练 通过考核才可以入会 12月就有一个叫做入会仪式 就是我们的李臣父 是我们的臣师 就在沙天中台来沙天 跟他做入会仪式 让他觉得是我们CMCC 很proud of有他们是我们的负祭 给负祭感受到他们的重要性 我真正服务这个负祭 每次我们训练他们 我们都教训他们 劣杀礼仪、劣杀礼仪式 他服务制限的时候 他们很容易占占成为权盛 致命圣人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教会的种子 正正在晴明聪神父的心中开花结果 晴神父在13岁的时候 开始跟随父母到圣人堂 读大学的时候 参加和组织了很多青年活动 因为汤神父 和那时天主给我们的祝福 我会觉得这个开放令到我们一个很大的成长 为了神父的支持我们很多东西都愿意 和有一个力量去试 我记得那时是我们自己会 开始想一些新的方法去福传 去彼此维持我们的信仰 圣人堂见证了晴神父的少年 成长和圣照旅程 无怪他认为 这个堂区永远在他心里 占有一个特别的地位 为我自己来说 一个很珍贵的经历 就是我95年开始 我正式去看神品圣照的可能性 我记得我头过几年 你已经开始跟汤神父讲的 他讲了一些很有智慧的东西 他用一个很沉默的方法 表达了他那份的支持 如果没有了圣人堂的教友和神父的支持 我想为我的信仰 和我尋找我圣照的路程会很困难 情神父觉察到今天的圣人堂 已经和当年有点不同 新的人有新的需要 更加需要所有教友的团结和户外 为一个华人的团体来说 25年我们的成长 我觉得很大的鼓舞和转变 每一代的神父也都面对新的挑战 每一代的教友也都面对一个新的使命 在这个25周年 我真是希望星人堂会继续在这个使命里成长 也都是懂得他更加去福全 希望华人的教友在多伦多 也都懂得在这方面成长 是利用这个机会在圣人堂 是辅助新入来的大英姊妹 希望中华星到圣人堂 是更发扬光大 也让我们把圣堂的文化 圣堂是我家 不分你我他 更能阻碍下 温馨传万家 确实地落实到我们每一个教友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怎么去把自己的生命活得更丰采 让人从你的身上看到基督 活出真爱 这是我们25年来 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堂行一个努力一个方向 真正的把这个教会 把我们这个教堂成为我们一个真正的家 在这个家里你能找到爱 你能找到未来 而且借着这个爱 可以找更多的人分享我们这个爱 也是为基督的福音做一个见证 中华殉道圣人堂 由一个在25年前 只得80多家教友 需要到处借用礼堂的小堂区 发展到今日 不但拥有自己的圣堂 并且有过慢的热心信由 这个神话是由天主所祝福 亦都是由历代神长和教友们所努力缔造的 但是在这个价值观剧变的时代 我们必须更仰仗中华诸盛的转土 坚定我们对天主 对真理的寻求 让我们将这份真爱散发出去 使世界变得更和平美好 祝愿在这个银禧庆典 大家同目主恩 是以谁为爱世人怨舍身 这礼物化作活传的心 在收睇过这一集生命恩全之后 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感受或者故事 欢迎你们打开